哈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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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先跟高雄的朋友打個招呼 他們都很有精神對不對 真的真的 你們好不好啊 高雄的朋友 太棒了 對 事業場是剛剛有說第一次來高雄嘛對不對 好 小心喔 對對對 OK OK 好不好聽 好聽 對 這首歌叫做馬來西亞知道嗎 對 因為事業場就是來自大麻 它很可愛 而且今年才18歲 你們也是對不對 欸 你們真的是真的還假的啊 真的喔 阿豬他們也來自馬來西亞 那你考他幾句馬來文 快 講幾句 我來不講話 怎樣說我愛你 阿豬阿豬阿豬 為什麼我剛剛覺得你們講起來很像那個 就是食人族之類的 他們突然有點噁噁噁噁 想起來 所以真的是來自馬來西亞 喔 我破怪你們 好 這樣講到馬來西亞的話 那我們可愛的草草從馬來西亞來台灣 嗯 那你可不可以教我們幾句馬來西亞文 好啊 你好 先說叫你好吧 你好叫阿爸卡巴 來跟我唸一遍阿爸卡巴 阿爸卡巴 OK 我愛你 叫做阿咕請搭巴達姆 來 阿咕請搭巴達姆 阿咕請搭巴達姆 不錯不錯 那還有一個就是高雄的男生都很帥 會不會太難 阿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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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很可愛 對唷 好 太可愛了 對唷 好 那其實很多高雄的朋友 你是第一次見到你本人 然後之前都是在網路上面對不對 好 然後我們就有幾個問題 要來問一下可愛的草操了 草操 好 草操這個來台灣有long stay 一陣子 已經大概將近三個月多了有吧 那你覺得對台灣的印象怎麼樣 很好啊 人超熱情的 超熱情的 有沒有好 很可愛 然後你說台灣的男生都怎麼樣 都很主動 對 然後很善於表達自己 所以馬來西亞男生都很害羞 他們有他們的主動 可是是會先比較含蓄一點 比較可愛 不太一樣 所以台灣男生比較主動 那女生呢 你有觀察嗎 可以 你們很害羞嗎 怎麼不像啊 被台灣童話是不是 不會耶 他們已經被童話了 對 那女生你覺得怎麼樣 女生就是很有自信 對也是很很 因為支持我的女生 也很多吧 粉絲也蠻多 然後他們就會很 有嗎 在哪裡 就是這樣 對 他們是草草軍團 他們超有自信這樣 然後我覺得和他們交流很爽 很開心 很棒 所以他們這樣批評你的話 那你都怎麼樣看待這些 看半 消化他們 其實還蠻看開的 因為 其實 如果說最近的風波 其實馬來西亞的雜波 那個時候其實還更嚴重 然後那時候其實 當然多少都是人 都會聽 有人就說你是什麼去整的啊 都會舉一下 所以就寫了這首歌 然後還有很多謠言 不過其實反而換一個角度來看 我反而需要感謝這些批評我的人 因為我覺得 因為他們的那些話 然後我才會 意識到 我有一班很強大的草草軍團 在背後支持我 就是非常樂觀的女孩 有沒有 很棒 所以今天現場看到這麼多人 應該有很感動嗎 有啊有啊 有啊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來聽到這首歌了 這首歌就是剛剛有說到 你們已經準備好了對不對 非常好 這首歌現在網路上有三百多個版本耶 真的啊 好多喔 你有印象最深刻哪一個嗎 有那個 好想你 好想你 你是說蔡秋鳳嗎 那個Happy寶啦 喔 泰國的那個 有沒有看到那個 笑死我了 一個網路紅人 因為我一直都有關注他 然後他其實 他就是會 他就是會 唱敵人的歌 可是那個歌詞都沒有對 我一開始以為他就是虎寶 可是他唸得超標準的 他中文很標準 你們會去上網搜尋 然後我就 印象超深刻 然後我超喜歡他分享 那你未來有可能跟他合作嗎 哈哈 我很樂意耶 哈哈 應該會很好笑喔 真的 好 那接下來就交給你們了 有三百個版本 我們來聽聽高雄的版本好不好 好 直接叫做很可愛的事業場 好 好想你 拿出你們人